所需的原料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包的是浑香馅的 就是dail 用的dail和猪肉馅 这dail的多少蔬菜 你也可以换成韭菜或者白菜或者是芹菜 只不过白菜和芹菜需要积水 就撒了盐以后积水 这个不需要 500克的猪肉馅 其实这里边只是250克 因为我每次包饺子或者做大包子 我只用250克 这种的面用的是plain flour 250克 一小勺匙的油 我这次用的是 sesame oil 碧麻油 是一小匙的生抽 一小匙的蚝油 盐 胡椒 还有白胡椒 黑胡椒和白胡椒都是一小匙 一个蛋 加了一点的13香 最后呢撒点poppy seeds 再出去摘点葱 我们就来做馅料 我今天用了250克的面粉 还是用点烫面 和我做通油饼的时候是一样 加上一点烫面的水 这样它活出来的面好软一些 酵母用温水 这是凉水 这样就行了 这早晨起来 和了面 就可以吃中饭了 再加点 你要想让这盆子干一点 你就蘸吧蘸吧 这样就是 盆子干 面团干 手干 放到暖气边上 两小时左右 让它醒面 为什么鼓励 大家一定要像我一样 自己在家种葱 你看 自己种的都有葱 鼻子 这样才有营养 超市卖的 全都是干巴的 放到这么多的油 生抽 蚝油 黑胡椒 你这个夹不夹都行 因为我有 它就是把香料给碾碎了 然后还倒猫了 把葱花加进来 这个大葱我刚才都洗了一下 现在把它切成小丁扔进去 我们的馅料就配好了 浑香饺子 浑香大饼 这个浑香是养味的一种东西 所以就特别好 闻到一种很香的味道 对肠胃也很好 小浑香 也是一种中药 盐差不多也是加一小尺 经这么一搅拌 就能闻到 浑香的清新香味 加上我们逼麻油的 那种的味道 混在一起是很好闻 再加一点的水 水我不是每次都加 我要是看着它比较粘稠 差不多就加 淋上这么一点就够了 好了 继续揉 有人和我说 你面揉得好 至少得揉上它300次 有的时候揉上它 一二十分钟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我就顶多揉了它个50次 我就觉得挺好了 你当然越揉越好 这面越揉越筋道 你就这样给它揉 看大面端子多好 大元宝 放在这儿 我们开始吧 中间扣个洞 看 这是我的面盘 因为我们做的生煎包 要比普通的饺子或包子要大一些 所以我们的剂子呢 也要做的大一些 这250个面团 我看看切出来 我做多少个呢 顶多也就是醒面的时候 两个小时发面 醒面用的时间长一些 不然你这些准备工作 这馅子真的就是很好做 你要是做 你要是做葱油饼啊 或者做大饼 不用特别的圆 做这个生煎包啊 饺子什么的 你是尽量让它圆一些 因为待会儿我们包带卷的 它当出来才好看 我是这么说 其实我做的有可能一般啊 但是我自己吃上去 已经觉得是美味了 美味佳肴了 这就够了 我又不要参加国宴 所以差不多 家常菜 就是很棒的味道 高兴 吃得开心的味道 这剂子就做好了 竹子 我一般都用这个 我还有一个大的 尽量的圆一些 让这个底部呢厚一点 这样 皮薄 馅多的生煎包 浑香生煎 浑香猪肉 多放上点 已经闻到很香了呀 不错 这样 小包子咋长得这么均呢 来 第一个做好 同样道理 再做第二个 再看一遍 给它弄出一个 从这个角开始 这也就是小笼包和灌汤包的做法 当然我做的没有 我妈做的好看 这就是我自认为还很漂亮的 小包子 下面我们就来做生煎包 开火 中火 不要太大 而不是植物油 专门煎包子用的油 专门煎包子做烤鸡 这样的油 给它逛一下 全面的粘均匀了 差不多要用 你看这点 千万别让它冒烟 因为我总觉得这冒烟挺吓人的 现在油热了 看我要把火关掉 大家看一下 火关掉 现在把包子扔进去 我把火开大了一点 现在加水 加的凉水 位置到我们生煎包 快一半的位置就行 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 这是五六分钟以后 这是十二分钟以后 我们开锅 先关火 我们给它撒上一点葱花 大功告成了 我又给它撒了一点 poppy seeds 或者是黑芝麻 请你吃一个 我自己也吃不了 来请大家吃一口 我用的酱汁就是 我比较喜欢 也是推荐的这个 非常好吃 李锦记的饺子酱汁 我已经买过好几次了 我感觉里面就是加了麻油 如果你自己做 也可以加一点香菜 也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的盐碎 蒜碾碎了 再加一点糖或者醋 我还比较喜欢吃辣 我是必须要加一点老干妈 这就是我的酱汁 非常美味的浑香猪肉生煎包 感谢大家收看 我感谢大家看 我感谢大家看